没想到呀,我真的遇到了几大会拐弯的外挂 自从寻查了地铁的离谱外挂号呀 我才知道和平精英的外挂有多高级 这挂要买九毛九王,我就嫌贵 第一位的自描简直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 看到了吗?准心对着近点这位,子弹却瞄着这位 哎呀妈妈,原来子弹真的会拐弯 兴许这外挂,想着能隔山打牛呢 妥妥残疾王子啊 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 告辞,下一位 接下来这位呢,我属实有些看不懂 请大家伙来长长眼 双人四排 第一波没问题 对面呢也不菜,看来这位不低 接下来呢就离了个大谱 画面一转,这大哥就直接十一个淘汰 他呢也就过了一个马路 这边显示水上的人机也都还在 不可能杀这么多人机啊 就过了一个马路,死一个队友,多久多人头 好家伙,这是关系过 杀人画面呢也是只给金剑吧 然后这波梯呢也没有问题 最后一波没打过 这大哥呀还是比较牛的 刚在这盘就杀了12个 那中间的这九个人头是大风刮来的吗 我让人是看不懂 光子呀,不是我说啊 咱做这巡查系统呢就认真点 实在不行呢就把国服那套搬来 咱也不会说啥是吧 刚才的大哥啊看起来挺厉害 但接下来的这位啊,在我看的呀 绝对是实力如挂 豪门套餐,魅控加独眼A的 现在呢是被两面包夹 大哥选择先打山上摸起来的 毕竟到经典呢,威胁比较大 这位雅强,有我八分实力 接着秒切侧秒带走近点一秒 再切八倍带走最后一秒 普世无华一威四 试了服役区域封烟就对了 大哥这水平啊 被举报的也是合情合理 但下面这位啊 我就不理解了 六套,一图,也没啥毛病 接着看 一整局就杀了六个人 他一个六套了也不可能炸队友 画面就这么赶 你让我寻查啥呀 大家觉得意图被举报除了炸队友还有什么可能啊 评论区留言告诉一下呗 明白 守称这个服务点呢是可以开局去看到旁边那堆打 所以这一波也没啥大问题 只不过啊,这消音被控啊,属实让人怀疑 画面一转啊,来着学校 学校那边呢在打boss 这位对举报玩家呀,直接满上去 这位对举报玩家呀,直接满上去 通过队友没对,看似也没啥问题 但你以为这就结束了 我们往回看 华哥的破绽啊,都是往往在不经意间显露起来的 哼,这波打击哥直接实锤透视自描 快走,下一位 这位一看呢,就是瓢仔的玩家 哦,不,是华哥 大哥这精致狗仔呀,比我八倍魅控都外 起码是个痛视无控作 不过要我说呀,点亏对面这队也是瓢仔 要是换成我呀,这样的瓢仔瓜 买几个我杀几个 再准也扛不住我魅控一枪 班呐 首次做地铁巡查呢 所以素材的画质呀,删的有点劣质 大家如果有巡查到地铁开挂玩家的朋友 高清素材哪种,都可以投稿给本本 我的秋秋呢,主页和直播间都有 欢迎大家投稿哟 拜拜